哇 我们现在在线人数不断攀升了 已经58位 对 我们可以再稍等一分钟吗 已经开始了 老师们好 亲爱的老师们晚上好 我现在看到有将近200位的老师已经在线了 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大家好 我是李娜 感谢大家注册参与 今天晚上由我们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 举办的云端教学应对疫情 Class与您同行网络培训 首先有请我们Class的执行长贾宝财老师 为今天在线的全体老师加油打气 好 谢谢 请 各位老师 大家好 那个今天 首先感谢我们各位 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 各位老师 我们这个board member 这些同行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了今天的这个讲座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准备当中 首先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这个 下一页是我在任务吗 好 我已经转给您了 对不起 我这有点小状况 再回到李娜老师吧 好的 我们就看李娜老师的屏幕好了 能回去吗 嘉老师请您把那个presenter交接给我 为什么出不来 麻烦上帮我转一下好吗 我这按了以后出不来 那我试一下我的屏幕是不是可以上来 我的屏幕 应该可以的 贾老师 嗯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老师们在不断的这个登录当中 嗯 我的屏幕现在有点问题 所以我现在要转回到李娜老师 我 上可以帮忙吗 嗯 稍等哦 贾老师我联系一下他 我先 好好 没 好 您应该回到您那了 哎 好了 好 是这一页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对不起啊 呃 今天晚上这个我们 基本上是一种呃 演练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老师们也看到我们网上教学 呃 也会出现一些呃 各种的状况 现在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 呃 实现想好的计划好的 到了情况 真正用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大家 共同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 啊 那个我就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呃 多讲了 我们把今天 重点说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 主要的目标啊 呃 先由Vicky王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啊 这个 帮我们介绍一下 疫情下 如何应用啊 如何应对处理学生 带有偏见的言行啊 建立学生们正确的 种族观念和意识 这是第一部分 之后我们的Carol Tainin老师 呃 介绍一下 远程教学特色的 呃 特色和策略 最后有我们的 Sarah Charles老师 介绍一下 远程教学的基本守则 和一些常用教学工具的介绍 最后呢 我们争取留一部分时间 给老师们 有问题解答的时间 啊 这个 因为前面耽误了一点点时间 就请 我们把画面交给 我们的Vicky老师啊 啊我们的三位介绍 接下来我们三位主讲人啊 啊 王老师 陈老师 跟赵老师 下面请进入 赵老师 我来 应该是王老师 对 对 王老师 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要给您 给您交接这个 Presenter的权利了 好的 我被要关掉了 怎么样关掉我自己的 好的 首先呢 我想和各位老师 先说一声感谢 各位老师呢 这几个月以来 承受各种的心理压力 刚才我看到一个表情包啊 很有意思 它上面写 新冠疫情 中国打上半场 世界打下半场 海外华人打全场 我相信这个呢 很能够体现大家现在的心情 非常不容易 辛苦了啊 今天呢 我要和老师们讨论的课题呢 是关于在疫情下 如何应对 处理学生的偏见 和建立学生们正确的种族意识 好些老师们反映 这两个月以来呢 有些学生有意无意的 讥讽病毒和中国人 这让原来中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呢 影响中文教学的一种状态 又更加的雪上加霜 今天我会提供一些老师们 可以回去使用的一些说法 让学生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和态度 不能姑息和回避 我们必须要让学生学习 如果学习不了 也必须要让他们停止歧视 和带有偏见的言论和态度 这两张图片呢 右边是丹麦的漫画家画的 左边呢 是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这两张图呢 代表了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疫情的 我非常的个人是非常的坚持 我们必须要证明 证明这个病毒的正确的说法 COVID-19 Novo Coronavirus 绝对不是Chinese Virus 武汉 Virus Or Foreign Virus 当时有学生他给你这个challenge 在班上呢 用这种错误的名称 在错误的名称来取代正确的名称的时候 我们作为老师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能够姑息 可是一定要保持平和的态度 还有一个现象呢 就是中国的疫情呢 全世界的亚裔都受到歧视 甚至是暴力 中文一有一个语言点 教国籍的时候 我建议老师 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强调 Sarah是美国人 老师是中国人 也是美国人 不能总说Sarah是美国人 王老师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定义可以是国际上 也可以是文化上的 甚至我在中文一的时候 我就会教学生亚裔 非裔和西裔 华裔的一种概念 我认为语言是可以改变观念和影响思想的 这也会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立即 social justice也不能够只限于黑人和白人 很多学校diversity的工作呢 不是特别的理解亚裔的困境 所以我们自己要主动的争取 有兴趣的老师们呢 可以去多去了解一下 美国历史上反亚裔的历史背景 Yellow Peril防护 Chinese Exclusion Act排华法案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二战日本集中营 当疫情控制不顺利的时候呢 有一些政客可能想要转移焦点 于是亚裔呢 在这个时候又成了戴罪羔羊 这个呢 是我给老师们的建议 如果有学生要challenge你 叫这个病毒 叫中国病毒的话 你可以说 Virus has no nationalities or ethnicity It affects people the same way regardless of race It is insensitive to name a disease by population geographic location cultural industry 这些其实都是recommended by 世卫组织 WHO 下面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Who's to blame? 在这两个月以来 我相信在很多的中文班 很多的中文老师都面对 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传染到底最初是怎么来的 上周五的时候呢 是马里兰的第一个确诊案 也是在我们学校第一起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冲突事件 也是因为这同样的一个主题 我个人认为呢 怎么传染的没有经过任何的证实 在我们的中文班呢 我们都不是科学家 这不是我们的专业 我并不建议老师们和学生多做讨论 而且这种讨论呢 是unproductive 因为讨论不出来任何的结果 我也建议老师呢 不要反过来说 可能是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传染的 因为这种呢 我们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 我们并避免的要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 blaming game is unproductive 那在这种时刻呢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 如何teach empathy和 compassion to try to not blame those who are sick 在我们周围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疫情 很有可能在我们周边也会有人 朋友会开始有这种 会得到这种病毒 那么我们应该早早地就学习 让学生学习要有这种 empathy跟 compassion 那这是我给老师的建议 我建议如果有学生要挑战你的时候呢 总是想要讨论这个病毒从哪里来的 你可以这么说 I'm so sorry you show no compassion sympathy Your reaction was to blame someone for people who've been suffering the most None of us are scientists are working on the case we need to leave it to the professionals to figure this out 这种呢 就算是不能够完全的 它不能完全同意 但是也可以起这种制止的效果 下面一个热点呢 就是中国人华人到底吃什么 不吃什么 这两个月以来 这个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成为 又成为一大热点 我们大部分的人肯定是不吃狗 不吃猫 不吃蛇 不吃蝙蝠的 可是呢 我建议老师们避免说 we don't eat anything weird 因为呢 美国人的饮食非常单一 weird呢 是一个非常主观 subjective的一个概念 我会和学生这么说 虽然我不吃狗 不吃猫 不吃蛇 不吃蝙蝠 可是呢 我吃chicken feet jellyfish pigsley 臭豆腐 皮蛋 石螺 鱼头 那一般呢 这些学生会说 Eww how can you eat that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绝佳的一个教育的机会 因为每一个文化 都有它独特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我会跟学生说 你喜欢吃沙拉 你喜欢吃牛排 你知道很多的中国人 他是不吃 不喜欢吃沙拉的吗 因为中国菜里面 大部分的菜都是煮熟的 那么呢 很多印度教的呢 是并不吃牛的 为什么因为牛是非常神圣的 很多的犹太人 他是不吃猪肉 他是不吃海鲜类 他也不吃乳制品的 Dietary choic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one culture is more civilized or not we need to respect and embrace differences 所以吃什么和不吃什么 和文化的文明度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文化的 cultural comparison的一个机会 你也可以带入 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带入我们的一些 所学过的语言 再下来另外一个争议呢 就是口罩文化 这个尤其是在疫情下 西方人普遍认为 戴口罩的人都是生病的人 东方人呢认为 口罩是有预防性的作用 那么呢 我在这一段疫情的时候 在这疫情爆发以后呢 我一般和同事或者是学生 就是说 We trust our They trust their government We trust our government 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 多做的讨论 到底口罩是不是有用 尤其是在课堂里面 那么也还是要跟他说 这个东方人的一种口罩文化 是一个cultural norm 那么也是一个 很有可能也是一个fashion statement 因为有好些人 尤其是大人物喜欢戴了口罩 觉得自己 你不戴还好戴了以后 大家就看你是谁 所以呢 重点是我们不应该歧视 任何戴口罩的人 这边左边的一个图片呢 是一个比利时的一个学校 那么一些学生他们做了这个很不当的一个示范 那么我在这里呢 最后想跟老师分享一个在我班上的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呢 正在我就是前两周的时候 我正在介绍这个口罩文化 一个学生呢 当天生病咳得非常厉害 看起来就病得不轻了 那么呢 我在介绍口罩文化的时候 他就说 那王老师 你有没有口罩可以借我 我说 我刚好有一个干净的口罩 于是呢 我就把这个干净口罩给他 那这口罩呢 有点大 所以呢 他的这个不是很fit他的脸 所以他就顺口说了一句 Of course the mask doesn't fit because it is straight out of China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呢 全班鸦雀无声地看着我 老师说呢 当时呢 我有些震惊 我感觉还有一点小受伤 可是呢 当时大家都看着我 我必须要有一个反应 所以我就说 I'm sorry Can you explain yourself what that means 所以这时候呢 我反问他 这个学生反而傻了 他默默鼻子说 never mind 下课呢 我在找他单独谈话 我还没开始说话 他就说了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for that stupid comment I don't know why I said it 这种事情呢 在我这班上就 最后就没有再发生过 我在这里呢 就想要跟老师说呢 如果学生在你的班上 有这种microaggression 我真的建议老师 一定要有所反应 你就算是当时 如果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是不想要给他说大道理的话 你也要challenge他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这些学生 他讲不出任何的 他是不经大脑讲出来的 所以他讲不出什么理由 当然如果说学生 一而再而三的犯 犯这种毛病的话 那么或者是更加过分 我们一定要report给学校 我们最终的目的呢 是希望让我们中文班的学生 建立正确的观念和思想 他们会把他们在班上所学的 带入其他的生活范围 鼓励他们纠正其他学生 甚至是影响他的父母 让他们be a upstander not a bystander 那我的报告现在结束 谢谢老师们 下面由Class Treasure 康州乔特高中 Carol Chen 陈少元老师 用新冠为内容 谈一下远程教学的特色与策略 同学党 对 为何 我们愿意 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中文 并不想教脚 让你 往后 我 听中文 马上 说 好像Presenter的那个转交错误 现在没有显示Cary老师 哦 好了 对不起各位老师 各位线上的老师 你们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块探讨 那个远程教学的问题 其实远程教学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新的课题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我们上课以后 我们第一次跟学生在网上见面 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风貌跟学生第一次见面呢 我们是做一个革新性的 完全跟我们以前上课的风格不一样呢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 一张熟悉的面孔 温馨的笑容 可能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 因为它已经经过那么多的变化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觉得一个安定的感觉 一个安全感是很重要的 既然讲到远程教学 当然我们讲到这个近距离是很重要 怎么样能够跟学生保持一个近的距离 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要求 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学生联系 我们可以用电话电邮转信 Google handout等 我希望就是在我上课以后的时间 我们还有机会跟学生每天保持着这种联系 然后呢学生在这个时间也需要extra support 我会考虑除了那个 我们学校用的Microsoft Team以外 还用Google Keep Google Keep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能够提醒学生什么时候教功课 然后教功课的时候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灵活性 Be flexible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阻碍学生的学习 或是他持交功课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跟学生再联系一下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building community 我们分开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面向学生的 我跟几个高年级的同学 组成了一个一起作业小分队 是一个tutoring service 希望高年级的同学 能够利用他们空余的时间 向低年级的同学来辅助他们的学习 然后老师也有办公的时间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connect with other educators 我们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机遇 就是老师大家分享我们 交流我们的心得 我也希望跟我们学校的老师 或是附近的老师 习体备课 下面这一张图是 关于有一些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twitter上有一些hashtags 非常方便让我们使用的 在facebook上也有一些群体 对我们的教学会很有帮助的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pad 大家一定不陌生 有很多种不同的用途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用这个疫情作为一个主题 然后我怎么样使用这个应用 第一个呢就是brainstorming 因为学生能够在上面发表意见的时候 看见别人的意见 它可以随时作为调整 我看见的情况是 对不起 我的那个画面有点乱 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方法来了解一下 究竟学生的兴奋点 那究竟学生的兴奋点兴趣点在什么地方呢 好 下面一章呢就是我用pallet的方法跟学生做 然后学生呢就我问学生给学生这些图片以及一些文字 然后问学生你想知道什么呢 因为我不肯定学生对什么样的主题会有兴趣 然后学生就会写 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啊 有什么防护的方法 学校不上课 学生是开心呢 还是担心啊 对世界有什么影响等等 所以透过这个pallet我就了解学生 他们究竟对哪方面更有兴趣 我也用那个pallet让学生发问 特别有些学生是不喜欢上课提问的 这样我就确保我听到每一个学生的声音 然后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教功课的一个工具 然后教功课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见别人的功课 我也利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个 真伪的分析就是说 这个病毒什么是事实 你能举出两个事实 一个谣言吗 这样学生也能够分辨 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exit ticket 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评估 问学生你学到什么 什么有兴趣 所以学生都可以把这些写下来 这个阶段性的评估能够帮助我 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作为一些的调整 然后我们发现学生有对不同的主题都有兴趣 所以疫情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可以分开很多方面 最直接的是地理文学 然后在健康防护方面也非常好做 告诉学生怎么样戴口罩啊 勤洗手啊等等 然后呢有的学生对科学很有兴趣 他们想知道病毒是什么 有什么症状 他们也想知道不正常的RNA跟正常的DNA 有什么不一样 看起来很复杂的一个STEM的课题 可是我在三年级四年级都做过RNA跟DNA 其实我们掌握几个词汇也相当容易做得出来的 然后很多同学也有兴趣说 中国这个疫情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上跟政治上的影响 既然我们现在不能旅游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设计 虚拟旅游的一个应用 这个是Google Tool Creator 这个应用呢是跟等一下赵老师讲到的 那个Think Link相当相似 它接近的地方呢就是它同时有图片 同时有语音 所以你可以把一个图片放在上面 旁边一段的文字 然后一段的旁序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文档 我们学校相信跟大家一样 很多学校都取消了他们春季 或是那个夏天的课程 我们学校本来在中国有两个月的课程 是个春季的课程 可是呢学生不能去 当然非常失望 所以呢我怎么样提振学生的精神呢 我就跟一个招待家庭连线 然后让他们听听招待家庭怎么样 说他们病毒下的生活 所以这是很短的一段 这些呢就是说非常authentic的material 非常真实的语料 然后让学生了解在中国的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完了以后呢我们就用palette来看一看生活上有什么东西改变呢 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了呢 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其实在课堂上用的一些活动的方式 比方说think, pair, share 一样可以在远程教学上运用到 我这里给学生的那个promise就是 你下午没有课外活动 你在家做什么呢 我给他14个空格 然后我两个人一块把这些东西填满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堂上的活动 在远程教学上可以应用得到 我们讲过刚才有的是阶段性的评估 informative assessment 那我们也可以做summative assessment 终结性的评估 这里我是用一个多样的选择choice board的方法来进行 所以呢每一个的选择都是适应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兴趣 第一个是用infographic的方法来表示防护病毒 另外一个你是一个在北京的记者 为美国的观众报道新闻 这是一个视频 然后呢下面一个是用微信问候 你在上海的朋友 问他们一些问题 两个人的role play 最后一个呢 你想一百年以后历史书上会怎么样 描写今天病毒在中国跟世界的情况 这是一个写作 学生的作品关于那个infographic的一些 infographic这个东西 学生是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提供他任何的方法 学生可以做的相当的不错的 这是学生作为一个记者 他跟大家说 这个学生上网去搜索了一下 发现麦当劳有无接触到店取餐的服务 非常受欢迎 也知道卖乐送放心送 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知道送餐人都有一定的温度 他们告诉你在这个真实预料上 大家都看见那个骑手的外卖员 都有一张卡上面有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体温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东西 然后在pallet上再展示出来的 当我们介绍词汇的时候 当然很多的词汇可以介绍 关于疫情的那个意思本身就可以介绍 然后那个宅子也是相当好的 主要在现代汉语的课本上没有 因为是非常口语化 而且在网络时代 这个宅子就更有意思了 下面是停工 扶工 扶课 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介绍呢 就是关于考验 因为这个词汇不单是一个词汇 可以提升我们学习的层次 从词汇谈到我们处事的一个态度 我下面呢是用一个我们平常课堂的活动方式 可是在远程教学上也一样可以做的 Four Corners 平常是在四个角落 学生分别讨论不同的东西 我现在就给他一个饭馆 银行 超市 购物中心 四样不同的东西 然后在Google Form上面 我们已经是给他分了组了 然后我的问题是 这些商店面对什么样的考验 他们应该怎么样应付 然后每一组讨论以后 他们会展示 展示的时候 我们就看哪一组的展示是最好的 最能应付的 经得起这一次的考验 哪一组是最经不起这一次的考验 好 在内容选择上 我们当然在这个机会里面 是非常好的学习一些互相帮助的词语 然后我们可以比方说 助人为乐 同舟共济 这些我们可以给学生一个机会 讲一个小的故事 非常暖心的小故事 来加强他们对这方面的一个认识 最后呢 我总结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总结就是说 既然是个远程教学 我们最主要做的东西呢 希望跟学生之间拉近我们的距离 然后我们分派不同的任务 尽量的能够多样化 能够保持我们原有的教学风貌 可是在上面我们在学一些的网络上 在远程教学上 等一下赵老师所介绍的东西 能够让我们更丰富 我们的远程教学上的活动 我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这一次的疫情 希望大家能够守望相助 共度危机 谢谢大家 下面讲演的是 芝加哥来的赵老师 赵老师的课题是远程教学的基本原则 和常用的教学工具的介绍 好 谢谢Kara老师 我现在等你们把萤幕传给我 老师们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我是Sarah Zhao 赵老师已经给您传过来了 没有哦 对 有一个时间的这个网络 有一个delay 稍微等一下 已经转过去了 啊 看到了 谢谢 所以远程教学就是要一点耐心 所以老师们好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为老师们服务 我是Sarah 今天呢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老师们分享一下远程教学 remote learning 的基本概念 非常基本的 并且分享几个我个人常用的两三个教学工具 能分享的很多但是时间很少 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那中文教师呢 中文教师呢 永远是我认识的教师群里面最认真的 所以我忠诚的希望老师们能够记得 sometimes less is more 真的 less is more 特别在这个时候 less is more so we have to keep it simple 一切从简 你每一堂课可能完成一项任务就够了 有些学校我知道要求老师们就是 40分钟的课就是要40分钟的网课 但是老师们 我们通常上课的话也不可能是40分钟永远都是在做一堆项目 也是有一些relationship building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简单呢 也要清楚的解释您的要求您的任务要求 就是你要学生完成什么怎么完成 要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写下来 让学生们 学生们有的很会用科技 但是有的真的只会上snapchat或者instagram 还有如果能够提供大概完成这个项目 需要花多少时间的一个time limit 对学生来讲也会有帮助 比如说这个task可能只需要20分钟 如果你超过了30分钟的话 你就应该停 然后email我任何的问题 这样子对学生来讲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再来呢就是要manage keep everything manageable 真的不要做太多 这个不是要变成网路教学达人的时机 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厉害 但是真的一步一步来 尽量用学生们用过的工具 如果可以的话 跟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们一起合作 分工合作 给自己一点弹性 be flexible 对自己好一点也要对学生们好一点 毕竟远距离教学 远程教学跟普通的传统的上课的environment 环境真的是不一样 他们不可能一下子你就可以这么的 不要要求太多 一切从简 那左边呢这个金字塔是我们科技教学的 基本上平衡的守则 it's the pyramid right 这个金字塔说你一定要先打好基础 所以在最下面容量也是最大的 越来呢就是routine 然后再来一些好玩的在上面 就是一点点就好 跟我们的food pyramid差不多 您一定要先打好基础 设定workflow 所谓的workflow呢 就是您的工作流程 老师是如何把工作给学生 把作业给学生 学生如何做完它 然后又如何交作业 这个workflow要看每个学校用哪一套的教学平台 所谓的LMS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我们学校是用Canvas 但是很多老师也用Google Classroom Schoology或Edmodo 那您看一下后面这个蓝色的这部分 这是我这一个星期的教学计划 每天学生都上Canvas完成任务 即使是用网路工具 我也尽量放在学校的教学平台上 完成 唯一跟以往不一样的是 我加了office hour 我一个星期加了两天的office hour 如果需要更多的话 我会再加一天 这个呢我是用Zoom 因为学生只需要download他的APP 点进我的会议室就行了 操纵的话还算直接 我希望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我已经跟几个朋友试过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呢 金字塔的第二层就是Routine Apps跟Website 那这个Routine呢其实很重要 这些是应该您在课堂上就已经用过的工具 或者学习网站 而且请您千万千万不要用太多 我一个星期就用三个 其实三个 为什么三个是因为他们已经用过了 在课堂上学生都已经用过了 我礼拜二是用Edpuzzle 礼拜三用Flipgrid 然后礼拜五整个星期 他们都可以上AP中文的练习网站 做一个sample test 好 下一张其实很精彩 我想让老师们慢慢地看 OK 所以这是很多人你要记得 最基础的是你的workflow 是用你的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再来呢 右边这里是 学校如何让您跟您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联系 我可以用zoom做office hour 用remind发简讯给学生 或者是用学校的powerscore email我的学生跟家长 如果你的学校没有教学平台的话 你可以用classdojo 或者googleform来点名 那再来呢 我把就是市面上比较 比较常用的 而且我以前也用过的一些工具 用三个沟通模式 做了个归类 老师们说真的 有机会的话 我们真的会一个一个分享 但是这个真的那么多 而且你不需要全部都会 给你们看一下 很精彩吧 你真的需要用那么多吗 完全不需要 只需要这些就够了 选一些你喜欢的 你用过的 你用的顺手的 学生也用的 这些就够了 两个星期 四个星期就够了 加上您学校的教学平台 我的话我还会再加上 NearPod或者Paradec 那因为NearPod跟Paradec 它们这两个功能非常多 我相信我们后期会做深入的介绍 刚刚陈老师介绍了 Padlet的用法 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子带过 那我先介绍我们 我的学生星期二会用的 Edpuzzle吧 Edpuzzle我常常用它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上YouTube 会找到很好的短片 Edpuzzle能让我们剪辑我们要的片段 加上与学生互动的功能 比如这一段是一个45分钟的节目 我把它剪辑成4分钟 通常你如果要剪辑一段影片的话 尽量不要超过10分钟 其实我觉得10分钟已经太长了 差不多7分钟吧 7分钟以内 那你会看下面有好几个点 水滴 那都是活动 就是互动的环节 学生可以重复看 重复听 再作答 这里面我加了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Open ended questions 然后学生们也可以 把这些东西放到Canvas里面 就直接可以评分 那再来呢 星期三我的学生会做一个录影 两分钟的报告 那就是Flipgrid 它让学生们录音 或者录影的工具 老师们可以把题目录给学生们听 或者是用文字的方式给学生 老师也可以限制学生录影的时间 老师们可以直接在Flipgrid里面打分 像你看我加了Rubric 我加了Rubric之后呢 我就给他评分 这个直接就会放到我的Canvas gradebook里面 那你看下面comments我可以直接给他 别人看不到就只有他看得到 下面呢 下面呢刚刚陈老师有介绍就是Thinklink 基本上是Thinklink是一个网站 它是一个网路工具 老师们能把任何的图案加上工具 所谓是加一些老师们的录音啊 或者是字典啊 图片啊 文字解说等等 那陈老师用的是一张图片 我呢就是把我的一篇文章 变成图片放上去 那这个项目呢 我是希望这个任务 我是希望学生们在家里可以念出 Read aloud 但是有些学生可能念不出某些汉字 所以他只要点到这个蓝色的圈圈 他就能够听到我念出这段文章的录音了 所以这对学生来讲 其实是一种帮助 Scaffolding 然后绿色的圈圈呢 是字典 然后那个有一个小的magnifying glass 那个就是图片 最后一个分享的小工具是GameKit GameKit跟Quizlet都是我学生们非常喜爱的字卡游戏 但是和Quizlet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老师们可以把它设计成作业 而且老师们看看GameKit的版面 其实很活泼 GameCode Are you ready? 就是vocabulary matching 他其实只要答对 他就会赚钱 如果他答错就会赔钱 那学生都很爱钱嘛 所以其实他们都很喜欢玩 那他要怎么玩的更有挑战性呢 他可以买不一样的pass 红色的 橘色的 绿色的 蓝色的都可以 那老师们可以设计成功课 一个assignment 我可以跟他说 他一定要抵达到五万块钱 他才算任务完成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们不要 不要放得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 他可能要玩四十分钟才会完成任务 这个太难了 我通常的放差不多五万块钱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分享了一些小的工具 希望老师们觉得实用 老师们记得 一定要记得 Less is more Be good to yourself And be good to your student 我现在把麦克风转回给林大老师 林大老师你已经通了 已经是我吗 对 好的 我刚看到这个 Show my screen这一页 大家需要稍等一下 那现在特别感谢我们刚才 三位老师的精彩这个分享 各位老师 在线 我们现在在线有四百四十八位老师了 老师们听完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您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好 我来试着把问题 从开头来吧 好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个老师说听不到声音 后来就说可以了 还有老师说声音效果很好 看来网络的情况和大家电脑的设定 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因素 有的老师一开始听到后来就听到了 有老师问 请问PVP到时分享吗 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们会分享这个视频 好吗 今天晚上已经现场录制的视频 我们到时候会发给老师们 但是一会也请老师们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或者进入我们提供的链接 留下您的电子邮件方式 这样我们才能确保 今天晚上的视频链接 可以发送到您那里 好 下一个问题我来问一下 我的学校 学生和老师都还好 没有歧视态度和言论 谢谢王老师提醒 在教学中亚裔华裔 等一下 亚裔华裔的概念 期待 期待王老师提醒 等一下 因为我要等一下 期待学习如何有效的 期待 我往上跳 期待学习如何有效的 网上教学 有何时 有何时马上可以在网上 可以用的资源吗 这是一开始提的问题 其实后来我们就 这个问题我们也稍等一下 再回答 可以吗 可以 大家有什么问题 希望讲员回答的请在 这个是可能我们自己 哪个老师写的 对 现在在线的教员 对 老师回答 什么 what you what did you do after that 我想这个可能是在讲 王老师跟那个学生 情况 did you follow up with your students parent after his comment 王老师 您能回答一下吗 呼叫王老师 王老师我给您打开那个 麦克风了 你可能又关掉了 可能我们俩 好 现在听得到吗 可以 可以 我看到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这个学生呢 我对他还是有点了解的 那么事实上 我的做法是这样 他这个呢 是在于 microaggression的一个范畴 那就是说 他在这个边缘地带 我是不允许的 可是呢 如果学生 他一有 他就是马上说完 就有回忆呢 我会给他一次的机会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每 我们把所有的第一次犯错 所有的microaggression 尤其是孩子 有时候不经大脑所说的话 我们每一次都去report 这样子呢 这个学校呢 也会疲劳 那你疲劳轰炸之后 你的效果反而不佳 如果他屡次的犯错 那么或者是有更严重的 那么肯定你一定要搜集起来 一定要去跟学校说 或者是要跟他的家长说 我给他这次机会以后 他后来的态度是非常好的 我也有这种学生 在这个疫情慢慢延 就是烧到美国的时候 发展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一进来就说 It's our China's fault It's our Chinese fault 那么呢 我就利用了这一整节课 我们就看了一些报道 我们去搜集了一些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一些指控 他并没有证实 那后来呢 他的这个反应也转变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再去follow up 所以要看情况 我认为如果说 把所有每一个小小的 microaggressions 都一直去report的话 学校反而可能会起反效果 好 谢谢王老师 这里有一个老师评论 说谢谢王老师的报告 很好的提醒 下一个 The sound is on and off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网络的情况 老师们电脑的设定 和这个不同区域 网络快卖都有关系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 所有在线老师一个启发 如果我们真的 明天就要开始上网课了 您可能会遇到很多 类似这样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们先演习一遍 是不是 这个是真实的一些状况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first session 下一个 Thank you王老师 这还是谢谢王老师的 下一个是 请问您教的学生是哪一类 不知道这老师问的是哪一个 我们有三位老师讲了不同的事情 请三位老师分别说一下 您教学生的那一类好吗 王老师先来 好的 我是在一所私校高中 在马里兰巴尔地摩 外面的一所私校 谢谢 请Carol老师讲一下您的学生 我的学生是一所在康州的 自读学校 我教的是高中 好 谢谢 请赵老师讲一下您的学生 可能赵老师你自己mute掉了 请您再 我打不开您的麦克风 我终于打开我的麦克风了 我是Sara Zhao 我在芝加哥北郊区的一所公立高中 任职 好 谢谢各位老师 有的老师说看不见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是刚才说的有各种的状况 所以都有可能 您的学生有可能也会遇到 这是哪位老师 您的学生有可能也会遇到这样各种各样的状况 对 好 那贾老师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 不太 不够只剩下五分钟 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 网络课堂了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给老师们一些机会 刚才老师们也说到了 今天呢 三位这个非常精彩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他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网络教学工具包 那接下来老师们就应该是非常想知道一些 马上就可以 真的就可以教我一招机会 明天就能带到课堂当中的这个急救包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知道老师们 你们最需要 当前最需要学到哪些内容 请您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登录这个链接 然后填写您最想学到的三项内容 我们一定会收集起来 然后整理一下 根据人数需求最多的这个内容 我们会尽快安排网络直播 给大家带来最需要的这个网络课堂 好不好 谢谢李老师 那个大概我们到了 马上有结束的时间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南海公司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他们是用于他们自己的 iChinese Reader那个项目的 在我们这个准备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力的支持 在此表示感谢 各位老师 刚才李老师已经说了 大家有什么样的希望 有什么样的哪个题目方面的 包括刚刚李老师 跟大家提的这个网络教学 急救包有这个 这个QR Code 请大家做一下 李老师 我再多说一句啊 老师们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根据这个链接登录 然后填写问题 填写您的正确的电子邮件 这样呢我们也会把今天晚上 这个网络课堂的这个视频链接 第一时间发给各位老师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视频的链接 谢谢 好 谢谢各位 今天就到这儿 那个各种的状况 大家也看到了 所以老师们 对老师们也是一个提醒 我们 网上教学 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新的东西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再见